没红哪有适应的 没红啊 我怎么红了呢 我就是衣服红 我走出去都没认识我 我很想红的 我特别想红的 因为他们都说红了可以报高价 我想试试 我下次我就报两百万看 他们给不给我 近日电视剧狂飙的热播 让剧中大反派高启强的扮演者张宋文 也随之火遍大江南北 麦鱼老成为黑帮老大的故事 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从最开始的懦弱到后来的霸气犀利 众人感慨 张宋文真的将高启强这个角色掩活了 而戏八张宋文的成长经历后不难发现 他竟与高启强有很多相似之处 看到张宋文在狂飙的这番表现 可能大家都不敢相信 昔日的他居然三年内被导演拒绝了八百次 张宋文的童年经历很不幸 母亲在他13岁时就因患病而离世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父亲也一夜之间变得苍老 失去母亲的张宋文感觉天塌下来一样 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等到张宋文成年以后 父亲再昏了 张宋文选择离开外出打工 张宋文高职毕业之后干过很多粗活 15年里收入只有2万 直到后来看到北电的招生宣传 突然有了目标 他决定去学表演 因为平时没活时张宋文经常喜欢模仿一些人 他的表演把大家逗得哈哈笑 所以工友们也都很支持他 2000年张宋文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北电的表演班 这让张宋文很高兴 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期待 毕业后经常到各个剧组跑通告 很快他就发现没有想象的简单 身边的同学要么就是外形优秀 要么有背景 再不计也是之前专业学过表演 毕业后很多同学都有戏拍 张宋文跑了500多个剧组被拒绝800次 每次去应聘 张宋文站在人堆中等待被挑选 每次选角导演都会眼神自动掠过他 还有一次被导演当面吐槽 长得像侏儒 脑门像袁侯 就不是拍戏的料 这个被伤自尊程度 不亚于高启强被唐家兄弟侮辱啊 但是张宋文坚持下来了 这一坚持就是20年 他演过很多配角 甚至没有台词 张宋文曾悲观地说 也许我要到60岁时才能迎来事业的春天 因为在他青年时当红的都是老戏骨 而当他步入中年成为老戏骨的时候 演艺圈却是流量小声当道 这无不令人心酸 2020年起 黄金配角张宋文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春天 几年间 他出演了《隐蔽的角落》 《扫黑》《决战》《革命者》等多部影视剧 而且他还受邀参加浙江卫视的 《我就是演员》 并担任表演指导 2023年 创下央视八套近九年收视率皇冠的《狂飙》上映 张宋文饰演男二号高启强 他近乎完美地表演征服了全国观众 一时间全中国无人不知高启强 无人不知张宋文 张宋文终于完成了自己梦想的救赎 狂飙火了以后 张宋文的私生活也引起了大家关注 很多人好奇 46的张宋文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孩子 难道是因为没有买房 所以没有女人愿意跟他吗 张宋文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公开表示 希望大家不要再不停地去写 我很惨了 他认为人的一生不应该只有婚姻 而且不结婚也不代表他会没有伴侣 虽然没有房产 但我过得很开心 大家都知道张宋文在狂飙中的片酬并不高 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买房计划落实的如何 你这个问题太简约了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去年我是回应大家主题不是有没有买房 主题是我虽然没有房产 但我过得很开心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自己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很惨 希望大家不要再不停地去写我很惨 成名后张宋文给更多底层演员鼓励 大家都说张老师和我们一样演了十几二十年的龙套 如果他都能成 我们也能成 既然你拿我来打气 希望我真的可以对得起你用我来鼓励你自己 张宋文认为自己现在最大的财富就是能参与好的作品 我们也希望张宋文可以塑造更成功的角色和我们见面 我们下期见